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影片要讲解的内容是学测复习重点解析台湾史的部分 单元则是第11单元日志时期教育政策的演变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单元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出题频率 近年来学测试题的初题分析 从95到105学年度这十年间 本单元的初题频率如下表所示 接着我们来看进一步的说明 有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十年间只有96年出现命题 近九年皆无相关题目 初题频率相当之低 但教育是日志时期 陶冶国民数值同化台湾人的重要手段 因此仍需注意 接着我们来看相关重点提示 首先我们来看日志时期的教育制度的分歧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 教育制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期是1895到1919年 这个时期主要以台湾工学校令为主 在这个阶段 主要是渐进推广日语 实施差别待遇和隔离政策 而在第二期 则是1919年到1922年 这个时期主要是以台湾教育令为主 在第二期仍然延续了前期的隔离政策 而第三期则是在1922年之后 主要的法律是台湾新教育令 在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推动日台融合 一视同仁 内台共学 不过原则上是形式上的而已 我们接着再来看下面的重点提示 第一期渐进推广日语 差别待遇和隔离政策 时间是1895到1919年 法令是台湾工学校令 在1898年所公布 背景是因为1896年设置国语传习所 来培养通义人才 而在两年之后 因为台湾工学校令颁布 所以陆续以工学校来取代 接着我们来看相关发展 首先是在这个时期的初期 是以日语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 而在1898年之后 学生读完工学校 也就是六年制的初等教育以后 可以在升学去就读国语学校 医学校或是农龄 堂讲习所等等 而以上这些学校都是中等教育 而在中等教育阶段毕业之后 就只能够选择就业或是出国留学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时期的原住民 他们是另外就读翻同工学校 14年制 而日本人的小朋友 是就读小学校 毕业之后在升学就读中学校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第二期延续以前期的隔离政策 时间是1919年到1922年 法令是191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令 背景是因为因应民族自觉思潮 以及当时正逢日本大政民主时代 所以教育政策改以童话主义为方针 接下来我们来看相关发展 首先是1919年颁布了台湾教育令 在这个台湾教育令颁布后 确立了较完整的教育制度 并增设中等以上学校 所以也因此 台湾汉人的小朋友 在就读完工学校 也就是初等教育 完毕之后 可以选择升学去就读中学校 师范学校 或者是实业学校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重点提示 第三期日台融合 一视同仁内台共学 时间是1922到1945年 法令是新台湾教育令 在1922年公布实施 背景是为了便利统治 以及推动产业政策 所以较为重视台湾人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先前公布的台湾教育令仍然存有歧视和差别待遇 所以引起了台湾人和日本开命人士所指责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阶段的发展 首先是增设中学校及高等女学校 偏重培养初级的技术人才 同时取消差别待遇与隔离教育 而中等女校的学校 则实施台湾人跟日本人的一起共学 再来是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 最后是1941年将所有的小学校及工学校 更名为国民学校 而在1944年的时候 更推动了六年的义务教育 最后我们再来看日志时期 台湾人教育体制的复习跟统整 首先政策部分 分别有1919年跟1922年 两度班型的台湾教育令 内容部分主要是明定师范学校以外的 中等以上的教育机关 也就是所谓的中学 同时还开放了日台共学 但实际上仍然是有差别的待遇 接着我们来看初等教育 首先来看工学校 它在1898年创设 主要是教导国语教育 另外还有国民学校 在1943年实施六年制的义务教育 普及率高达70%以上 接着来看中等教育 分别有国语学校 它是1896年所设立 它是三到四年制 主要是培养师资以及业务人才 接着是医学校 它在1899年设立 是五年制 主要是培养在地的卫生医疗人才 再来是中学校 在1919年后陆续设立普通中学 不过当时台湾人 仍然比较偏重于职业类科 最后来看高等教育 首先来看台北帝国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在1928年设立 主要是为了在台日人的 升学需求 以及南京基地的政策而设立 虽然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之后 台湾人的升学比较有机会 但是升学的门槛 以及就读的科系 仍然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接着来看留学教育 当时主要是以日本为主 约有六万人的大专毕业生 除了日本以外 也有前往中国或欧美的留学生 不过人数比较少 接着我们来看考前叮咛 在这边提醒各位同学 本单元虽然出题频率偏低 但因为教育是日本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 所以仍需注意 日治时期台湾的教育 长期欠缺完备制度 而且台湾人饱受差别待遇之苦 目的主要是借由推行日语教育 来达到殖民统治 虽然教育政策是配合殖民统治的目的 但日之后期建立了近代学校制度 以及课程 所以使得台湾人开始接触到日本文化 以及世界新知 接着我们再来看 试题的解析 我们这边来看 960年度第15题 某官员指出 国语教育不单只是语言教学 让学生了解我国灌绝世界的国体 国风 以涵养国民精神 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这个人的身份最可能是 A 1868年清朝政府的礼部上书 B 1916年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 C 1930年台湾总督府文教局长 D 1968年文革时中共教育部长 接着我们来看解答跟解析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C 我们来看相关的解析内容 日本治台之后 持续在台湾推行国语 也就是日语教育 而1930年正值内地延长主义时期 希望借由同化的政策 让台湾人认同内地日本 另外 清末以及文革时期 并未推动国语教育 而1916年袁世凯推动红线地质 国语教育必非主要的政策 所以答案是C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单元 就请见到国语华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再见